可公费的名单里面还有一群人 他免疫没有很差 比如说像我 对不对 我没什么慢性病对不对 那我也没有这个三高 也没有肥胖 可是我也是免费的族群 因为这一群人 是要照顾免疫不全的人 比如说我要照顾的 我自己得病 不会死亡 不会重症 可是我照顾的病人 早餐儿啊 免疫不全的 我得了没事 那我传给他 他就完蛋了 对对对 所以有一群人 他也被一开始的公费 框进去 是为了打他 保护身边的人 所以你看 如果你家里面有小小孩 比如说刚刚我们说 妈妈 这个小孩这么小 因为他就保护在家里面 因为是我应该要去打 可是你会爬爬罩啊 对不对 可是我没打 就是自己粉饰太平 我小孩都不出门 那其实家里 其他人会出门 所以当你家里 有那么小的小孩 或这么老的老人 你在照顾他 你陪他一起吃饭 你陪他生活 其实打你 当然是为了保护他们 传说啦 不晓得真的假的 但是就是 蒋夫人那时候年纪大了嘛 流感剂要打疫苗 然后那个打的人想说 万一我一打他 对 万一会出现一些 有人会中风之类的 我就玩了 不适应症出来怎么办 可是我如果不打他 冬天得流感死掉 我也惨了对不对 不打我也惨 不打我也惨 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 所以把他身边的 什么厨师啊 司机啊 普遍的人啊 反正身边会接触人 通通抓来打 那这个叫减负效应 明天不见了 对 对 我说的 你会发生的 可以 看我 很久不见了 感谢观看